黑豬尸体就这样被弃制在沟区里 六号有民众通报桃园平镇区 有两头死猪遭到乱弃制 地方防疫人员感到处理 竹吻机关也很头痛 因为短短几天就出现三起乱丢案件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前几天 大概元旦假期的时候就发生过 当时我们打捞过三只 那在更早之前在平镇也有两只 那今天有发现了两只 农委会批评这种不负责任的弃制行为 是坏习惯 根据统计从12月20号到1月7号 不到一个月内就发生17件死猪乱丢 其中桃园市最多有6件 其次是宜兰有3件 另外奔道的台北 苗栗 彰化 高雄 屏东 花莲 都出现乱丢过 农委会再次提醒 随意弃制最终可罚100万元 这个猪后来被查出又有病 然后又查到来源场 气质死猪制造防疫漏洞 中华民股养猪协会表示 一般县市养猪户都会交钱 雇用紧运车来协助载运死猪 但怀疑会乱丢的可能 是未登记的小型养猪户 养猪协会表示会继续推动猪肢保险 若猪死亡有得补偿 相信猪农更不会乱丢 而最新检验结果已出炉 目前除了金门那只海飘猪 其他非洲猪瘟结为淫性 包括台北被弃制的射箱猪 人事新闻综合报导